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想再开一个新的系列的课程 什么内容 AI课程 换句话说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以今后的强化学习的课程 为什么要开这套课程 是这样 因为最近我正在做一套 用python玩GTA的课程 对不对 是这样 现在这个课程 还是仅仅是python基础的编程 来控制咱们GTA的游戏 今后会用到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的内容 如果说 预测集到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的内容的话 我不想把这些内容 放在python玩GTA的课程当中 我想把它单独提出来 做成自己的AI课程 而且像现在 咱们有很多的 全联工程师的朋友 想今后转身为AI工程师 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 我把我所学到的经验 做成课程分享给大家 希望咱们能够一起在讨论 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好不好 咱们看一下我这课程概要 对于现在的AI时代来说 想转身为AI工程师的朋友 那就让咱们一起来学习AI的课程吧 我说课程总的计划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是入门 入门阶段 第二是进阶阶段 入门阶段 我会给您讲一些数据科学基础的知识 然后咱们在进阶阶段 我会给您讲深度学习 以及前话学习 是这样 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 这个基地学习太难了 那是因为 我跟您说 那是因为深度学习太难了 如果您没有数学的基础 如果您没有数据科学的前提知识的话 您是没法马上接触到深度学习和前话学习的 所以说 我这套课程的两部分的前一部分 我是做入门基础的教学 讲哪些内容 大家请看 就是讲这些内容 您通过学习这些内容 把握住数学科学的基础之后 我会给您进深到 咱们讲深度学习 或者说是前话学习 好不好 那咱们看一下吧 我的入门数学科学部分都包括什么内容 第一 NumPi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基地学习的最根本的数组处理的前提库 没有它的话 咱有很多的数组处理是没法完成的 接下来 三Pi 是这样 NumPi是处理数组 但是有很多的科学计算的函数 它是没有的 那么通过三Pi进行弥补 然后接下来 Pundas 这个我以前跟您说过 NumPi它是一个数组 而Pundas是一个表格 表格的话 对于咱们今后处理这个原型数据 是非常有帮助的 为什么 因为比如咱们在做一个学习的时候 咱们肯定要有训练数据 对不对 咱们用训练数据进行训练 然后再输出 输出完之后再进行比对 最后再进行预测 很多的时候都会用到Pundas Pundas的框架必须要学 再接下来 Mudplotlib 这是干什么 是这样 咱们学习前三个酷的话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咱们经常在和数字打交道 0到9 非常的枯燥 那么怎么让这些0到9的数字不枯燥呢 那么就是要把这些0到9的数字图形化 用哪个扣进行图形化呢 就是现在这个Mudplotlib 这个是必须要学 好不好 接下来OpenCV 咱们可能要处理这个图像 对吧 咱们可能要做一些个物体的 或者说对象识别 OpenCV给咱们提供了一套非常好的框架 咱们用这个框架就能够快速的识别物体 但是它识别的物体并不全面 如果你要想在游戏中 比如在GTA5中 识别的物体非常全面的话 咱们还需要自己编深度学习的内容 接下来SK论 这个是简单的 或者说这是比较经典的机器学习的框架 这个我也会在我的入门部分给您讲到 接下来是深度和前化学习 我是这样 有朋友一学习TensorFlow 我估计您看TensorFlow书 或者说是资料的话 如果没有基础的朋友 30分钟估计就劝退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今后如何开展深度学习的课程 我不给您先讲TensorFlow 咱们讲什么 咱们讲基于TensorFlow更高级的API KELAS 学习KELAS的话 您觉得原来我还是可以对深度学习进行编码的 一上来就TensorFlow 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感觉对于出业者来说难度偏大 学习曲线太陡峭了 好吧 接下来还有框架 叫做OpenAI 这个是前化学习 而且它提供一个gain平台 这个是前化学习的训练平台 它尤其对于游戏AI的优化 有很多的建长 同时它推出这个叫做Retro 这个有很多的游戏 在这个地方已经实现了 对于游戏AI的朋友 感兴趣的朋友来说 我今后会给您讲到关于OpenAI 如何咱们自己做游戏代理的任务课程 我也会给您讲到 好吧 OK 这就是大概我这个套AI课程的总索引 今后可能随着进程的发展 我可能还会再加一下其他框架进来 到时候咱们再一起学习 一起讨论 然后咱们比如说 我接下来会给您讲入门这几个课程 这几个课程的计划是 我不会说把Numpi讲完 咱们讲Sunpy Sunpy讲完之后讲Pundas 不会 可能我第一期讲Numpi的基础 第二期我就讲Mudplot 为什么 因为我讲完这个Numpi之后 我要用这个Mudplot 把这个Numpi的数组内容画出来 对吧 然后可能我讲完Numpi之后 马上就要讲这个图片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把图片读到内存中 是形成Numpi数组的 咱们把这个图片进行处理的话 再存回Numpi 所以说这些个知识 我会穿插的给您讲解 好不好 OK 这是我今后的计划 那么我这要课程怎么做 希望您能够会Python3 基础的编程 基础的编码 系统内部的核心函数 您一定要会 好不好 OK 然后开发工具 咱们老规矩VSCode 当然您说我用VideoStudio行不行 完全也是没有问题 同时 其他的免费的IDE也可以 但是我手推VSCode 好不好 然后和其他我的教学视频一样 每个视频 我尽量只包括一个知识点 给您讲明白 然后一套课程的时间 控制在5到10分钟之内 好吧 我的原代码 也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OK 然后下面大家请看 这些是今天 我涉及到入门库的安装命令 这个命令 我今天就不给您演示 如何安装了 对吧 等咱们到具体的课程当中去的时候 我再给您挨个的安装 您不要着急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小马AI课程总索演的部分 希望今后咱们一起学习AI 一起讨论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了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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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